为什么担心网络的信息传递呢 为什么要用网络去限制这些言论的自由 网络是可以让中国开放的 而不是让中国封闭起来的 还有谈到民族政策 这个我知道 但是强迫堕胎还是被用来作为一个压迫的行为 压迫西藏人民还有维吾尔族的人民 有一位先生特别问到说 您一向是比较关注一胎化 他提到说北京政府对于少数族裔 可以让他们生两个 您对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回应吗 我知道少数民都可以生第二胎 但是这还是在几年前还有一篇文章 讲到压迫西藏 强暴西藏这样的文章 里面谈到的是说 西藏妇女在怀孕晚期的时候 才被强迫去堕胎 这是一种种族屠杀的形式 这还没有改变 有很多西藏人民因此而流亡 还有达尔喇嘛也流亡了 我希望汉族人民还有西藏人民 可以和解和平的共处 但是在 劳改的时候 在有秘密警察来压迫你的时候 是不会有和解的 except to your broadcast and a few others but that's it 好的 我们可以得到外来的信息 非常少 打电话进来向您 请教问题的听众观众非常多 我继续来接听几个电话 请您一并回应 继续请浙江的王先生参与讨论 浙江的王先生您好 请讲 浙江的王先生 好的 谢谢 浙江的王先生 继续请上海的电视观众 向先生参与讨论 上海的向先生您好 请间断发言 您好 大家好 您好 我想想想 达赖实际上他如果 给宗教发扬光大 我们都会领了 整个中国大家都会领他了 他不要搞什么政治 他要做西藏领袖 实际上不必要的 实际上这一届政府 比以前是好的都来讲 就老实话来讲 对吧 还有在能学方面 能学方面是我们也是会领的 中国能学是要给别的 美国的能学方面 它要做一个事实作用 对吧 美国实际上是世界大国 它第一要做事实作用 美国的伊拉克这个能学方面 对吧 伊拉克死了那么多人 你可以说伊拉克有核武器 到现在找不到核武器 美国应该 工夫当里面应该 好的谢谢上海的向先生 你的问题稍后我请议员先生 一并答复 剧情陕西的网民 李先生也参与讨论 陕西的李先生您好 请讲 你好你好 你好 是这样的 我觉得西藏文 我估计是西方西方的一些势力 我估计是故意制造出来的 这么一个文气 西藏本来不存在文气 因为啥了 我原来的西藏工作 我 我今天看到 非常可惜 陕西李先生 您的电话断断续续的 所以我只能让您讲到这一边了 如果你能再打进来的话 再来参与讨论了 那议员先生 刚才有两位听众 观众朋友们的问题 简单的来回应一下 好吗 如果说 达赖拉玛的自治要求是假的 是要变相独立 这是错误的说法 他真的想要 和平的 和谐的 与汉族人民相处 他担心的是 政府政策 把大量的汉族人民带到西藏 是为了要压迫西藏 西藏的人民 这提出来的问题就是 他们想要做的 好像是去改变西藏 当然大家有迁徙的自由 但是如果这是政府的政策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担忧了 但是我相信达赖拉玛是真的真心的要求自治 他也是西藏的精神领袖 也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他是一个和平的人士 他身上也不带武器 僧侣也不会带武器 好的 那么有关宗教自由 美国国务院每一年都会看世界各国 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单位是来看宗教信仰自由的 中国一直被列为是 使用担心的国家 这个种类的国家是 政府压迫人民的信仰自由 甚至国家里面的教堂 基督教 天主教 还有其他宗教 譬如佛教 都受到迫害 我很多次与中国的宗教领袖姐妹 他们一直都是想要控制中国的各个宗教 宗教信仰自由应该是个人的自由 但是中国政府却不允许这个自由 而且还警告西藏的僧侣 说你们做事要小心一点 如果犯法的话 就会遭到虐待 被逮捕 我们美国国务院的报告里面 一直发现这一点 认权组织也一直向我们呼吁 我们一直希望能够进入中国 去调查宗教信仰的问题 好的 非常难得的 我们有从尼泊尔打来的听众 我想接听尼泊尔的次仁先生您的电话 尼泊尔的次仁先生您好 请讲 次仁先生还在线上吗 好的 下一位是 从印度达兰撒打过来的扎西先生 扎西先生您好 请讲 我非常感谢石仁泊尔先生 石仁泊尔先生回答的提问 就是那个 你回答的提问 很实实的 请详细地给他们 中国人民好好地解释一下 集团的具体情况 他们说的是 中共的假宣传 而不是实实的 他们从内地打来的那些 他们根本不知道 集团的具体情况 他们所知道的都是 中共所宣传的那些谎言 谢谢 那么扎西先生 如果你在线上 你还有什么样的问题 扎西先生 集团的斗争 是不是政治斗争吗 还是宗教斗争 详细地给他们解释一下 好的 谢谢 从印度达安塞尔 打过来的扎西先生 谢谢您 继续我想请 内蒙古的电视观众 王先生也参与讨论 内蒙古的王先生 您好 请讲 好 我问一下 重复一下 何永江先生问的问题 西藏有没有 过去救世会的时候 有没有用头骨做那个碗 有没有用人皮做那个骨 好的 谢谢 内蒙古的王先生 您就这一个问题吗 还是有其他的问题 好的 那刚刚三位听众 观众朋友的问题 想请议员先生 综合的答复一下 最后一个问题 听起来是错误的信息 这个人体皮肤的这个 我不太清楚 但是我几乎每天在网络上 都有读人民日报 我感到非常震惊 每天都感到很震惊 看到政府宣传有多少错误的讯息 在人民日报上面的文章上面 不管是有关西藏 还有其他宗教信仰 尤其是法轮功的这些错误的讯息 里面包括了很多不满 愤怒的这种情绪 有很多是错误的信息 如果政府继续传达这种不实的信息 人民就没有办法得到全面的消息 谈到说政治还有宗教 可惜还想请议员先生 继续说 不过我们时间已经到了 再次感谢史密斯议员的 来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 请明年继续收看时事大谈 我是樊东宁 祝您晚安 我们明天再会 Thank you so much